近年来台南市以南科砂轮双引擎产业发展模式取得佳击 台南市政府经济发展局持续扩大招商引资 特别北上举办2022台南产业发展前瞻愿景交流会 希望透过各项招商策略打造台南成为全台投资首选城市 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了非常多的贵宾 包括经济部的投资台湾事务所 还包括欧洲商会台北商会等等 包括我们在地的驿载会 还有很多台南的企业家也一起来跟这个北部 很多重要的大企业或国际的企业来进行台南的招商的一个宣导 那也借这个机会大家来分享台南这三年里面 飞速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招商的一个情况 那我想在台南的双引擎的一个架构之下 不管是南科或沙伦的智慧绿能科学城 这样的一个开发从整个制造到所谓的研发 我相信台南在整个产业的部分呢 我目前正在极其直上 那许多国际的企业包括一些国际的大企业 那么在今天他们一起来参与的部分 也能深切了解到台南未来在整个经济产业上 还有在高科技半导体 以及在产业转型很多的不同 那么大家对台南也急去信心 希望有机会能够在台南有更多的投资 过去几年我们台南市的产业经济 在各位企业的努力下拥有非常好的成绩 包括去年所累积的总产值 突破了历史新高达到1.28兆亿元 升格以来所累积的投资金额达到2.2兆元 衷心的祝福大家在这一次的交流中 能够帮忙我们台南市提出更精进的发展建议方案 也帮忙各自的企业找到更好的合作伙伴 陈凯林局长表示 台南目前蓬勃发展的半导体产业 像是IC设计、绿能科技 以及自驾汽车等相关产业 市府也积极协助业者 透过软硬体建设投资 汇聚学员人才等方式 吸引厂商来台南投资 那透过不管台南市政府 在绿能产业的加速发展 以及研发的这样一个发展 未来我们希望发展一个金三角 不光是只有台积电、沙伦 我们也希望软体产业发展的部分 也能在台南快速的成长 所以在今天我们的招商里面 我们也会强化来希望台湾或国际 这些配合跟资安有关的 这些软体的大企业 能够来台南进驻 我想软硬兼具 一直是台南市政府 非常积极的一个作为 我们希望透过软体的发展 软体的制造跟 软体的开发跟硬体的制造 这样软硬兼具的一个做法 让台南的经济产业更上一层楼 随着全球产业趋势变化 创新与传统产业并进发展 台南以文化古都科技新城的优势 不仅成为最具投资潜力的城市 也带动新一波南漂工作趋势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